本月初 美中結束新一輪的貿易談判 外媒報導 知情人士透露 中方在談判中表示願意在6年間 擴大採購美國商品 總計金額達1萬億美元 有分析認為 這剛好能讓北京 拖過美國總統川普兩屆任期 不過 美方仍要求必須在2年內 消除貿易不平等 根據彭博社報導 在本月的美中貿易談判中 中方提出大量購買美國商品的計畫 未來6年 總計金額1兆美元 2024年之前 便可將美中貿易逆差降至0 消息一出 18日美股收漲 道重工業指數飆漲超過300點 三大指數連續四周上漲 波音和開拓重工等貿易民間股 也收漲超過1.5% 不過 白宮首席經濟顧問庫德洛 日前受訪時表示 雖然這次談判取得進展 但美中要達成協議 還需要時間 我希望對中國貿易商品的 市長特有指示 特朗普指示 有幾個資料於中國貿易商品 但我要告訴你 某些新聞報告 是不正確的和不正確的 這不代表 未來幾個月之後 我們能夠 香港貿易商品 不平等 還要求必須改善知識產權保護不足 強迫技術移轉和產業補貼等問題 但中方是否能落實承諾 外界持保留態度 如果到收兵期限3月2日前 雙方仍沒有達成共識 美方仍會如期把價值20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關稅 提高到25% 同時美國也正定期審查中國貿易改革的進展 作為達成貿易協議的條件 中方若違反協議 美方可能會再度訴諸關稅 新唐雅台電視綜合報導